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包上面印着一个什么名牌 或者能看见logo的那个东西 对吧 我觉得真好我想要 但是我也不喜欢那个东西 现在当官的新买这个奢侈品 所以很多个牌子都把那些个明显logo的 就是减量生产 你看着吧 接下来最新的几个奢侈品牌子 生产了很多没有明显logo的 比如说表面不是你一看就知道牌子的 这是满足他们就是不被人召见 不被人说成是表格的要求 本来国际上几个奢侈品品牌呢 也都有很多这种低调 比较隐含隐晦的一些处理 但是呢 后来是因为整个东亚市场 其实不只是中国 包括日本 包括韩国 阿拉伯 都喜欢那个大牌子 像Louis Vidal 我要高速看着到 花了钱又让田下的人都知道 对 要不然花了哪幸福呢 可是呢这里头还有一个东西 我觉得有趣啊 就我觉得将来 其实中国的这些贪官们呢 如果要买这种奢侈品 应该更高档才行 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几个大的奢侈品的服装 比如说他们也去买时装嘛 我看到买一些有名的品 大牌的服装 我发现他们穿其实穿不好 为什么他肚子太大 普遍中国贪官的特征 是没有一个肚子不大 老板肠肥 放心放心 欧美大牌啊很快会设计一些 专门符合大肚子男人穿的服装 可以设计的嘛 对不对 因为他们的服装普遍是一个剪裁 尤其这几年都很slim 很窄 很贼 就是不懂中国国情 等我们的国力强大了以后 他们非得改胖衣服 我们也可以自我提升 就是怎么样 我们更上一步 不要买现成的成衣 定住 高级 比如说意大利的定制西装 你多让意大利胖子多少 高级 还是很潇洒 中国官员该走这条路 没错 这就是人家那个观众批评我的 说你整天跟人文道 那个子东做节目 人家两个人穿的衣服 一看就是高级定制 说只有你文涛穿的 像是地摊货 我从来没有定制的衣服 从来没有 他说你们是衣裳架子 没有 当然就咱们也是带不起表的 文道我们就注意到了 文道今天 我们现在出了表哥了 我们的表哥 以后就是 两表哥 你手不要不要抬起来 他现在手上了 手上了 不敢抬了 表哥 表哥 大表哥 咱们节目出了个表哥 当然了 所以我今天文道一见面 就跟我讲了一堆 鉴赏这个表的知识 显然这表哥是上位了 所以 主要是看了 跟着表哥学习 所以我决定 今天一定要谈谈 这位表哥 这个表哥 我们可以先在照片上认识认识 83块是吧 这就是这个著名的表哥 83块吗 人家陕西省纪委说 没听说杨大财被查出83块表 就是但是 但是表哥被免职了 表哥双规了 表哥这个存在严重的伪计问题 撤销纪委委员 安监局党组书记 局长职务 纪委正在调查他 你再看下一张 这个陕西省财政厅呢 与此同时不是有一个大学生吗 要求公开 公开他的收入 收入 然后呢 这个回复 你看回函都说了 说部署于陕西省财政厅 政府信息公开范围 祝你学习进步 挺会聊 你再看下面 好 这是我给大家一个啊 就说这个公务员呢 要紧就这个来算呢 真的是可怜 就是说 2008年中国公务员年平均工资 一年才三万多 越工资2800多 加上各种补金贴啊 福利奖励啊 什么 月实际平均收入 大约在5000元上下 北京上海等地区 近年来推行3581的公务员工资标准 科处局部级公务员月薪 你看啊 分别为科级是3000元 一个月 处级5000元 局级8000元 部级才1万元 不可能 弱势群体啊 真是弱势群体啊 但是凡是跟民工在一块的 真是弱势群体 而且又这么操劳 公仆嘛 对不对 民主这两个字啊 是日语汉字进来 才是democracy的意思 我们原来的民主 就庶民之主 这庶民之主啊 这么低的人工 哎呀真是 可是问题是 这全国人民都知道 这是不可能吗 这个是还没算进 很多灰色收入啊 是啊 这灰色收入 我们讲的不一定是 贪章王法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真的是有很多 非常规的 也不叫犯法的 灰色收入 要是没有那个话 他们不可能生活 真的就是 你在北京上海都根本不可能 我真的是觉得 中国的这个公务员啊 这个就是明面上 这个工资啊 太少 对 我真的 但是你要说 现在要不要给他们家呢 我也生气 我觉得你还不如合理化了 某些灰色变成一个很正式 因为你这样子 其实是在鼓吹某种虚伪 鼓吹某种这个民实的分离 就是约定俗成的虚伪 据说纪委内部是有一定标准的 就是说你摊哪 什么级别摊到多少 才是过分 就合理的 是有一定 就多少 总之是刚才这个数的 多少的倍数 但是有的人就太过分 对 像那表哥 表哥呢 其实 表哥也不是过分 他不是总数过分 他就是表过分 不是 他表他笑的过分 他要不笑 没这事 我跟你说 其实他是运气不好 他就是运气不好 两三年前没这回事了 这叫次生灾难 你们 这玩意儿 他说本来是一个交通事故 没错 结果产生了一个表哥 而这个现象 现在非常普遍 我最近看到 中国好声音有一个歌手 叫什么什么 四个字的 一个女的 刘欢祖 我叫不出什么什么 俊毅啊 什么什么俊毅啊 什么什么 有个歌手 人家就给他拍了一个照 在机场 然后帮他 这个包算多少钱 那个包算多少钱 算下来 他一声行头 大概是五万多 就是他简单的一声行头 因为他是唱三地民歌出来的 你知道现在的唱歌比赛 每个人不仅歌唱得好 要有个故事 要有 我是一个遗族姑娘 我从很穷的地方出来 我大山里的呼声 这样 然后人家一看行李 哇 好几万 这么一个 很多人就在追 而这个风气 也不单是中国有 美国一样 所以中美现在越来越同步了 对 你最近知道吧 这个 那个 罗姆尼 罗姆尼 罗姆尼的税率啊 低于美国普通税率 你不知道这个事情 必税 这是选举当中的大事 他的每年的这个 因为美国一般中产阶级 可能要交40%的税 罗姆尼的很有钱嘛 可是一公布出来呢 他的税率 我不知道具体多少 反正低于这个数 第一就是说 那这个民主党那边 就拼命攻击了 结果他那边 跑出来说什么 他原来他去年 好像捐了 四百万 因为他用这个捐款了 来抵掉他的很多这种税 或者是捐款是免税 所以他的税率低 但他捐钱很多 然后 共和党 捐的那个钱还不如交税 原来要交的多 但是 但是他捐很多 然后共和党也发动公司了 你知道什么 你喜欢的那个 那个奥巴马的太太 老婆 他老婆会讲话 然后啪一件衣服 两千美金 啪啪一件衣服 六千美金 啪啪一个鞋子 五千美金 就这样 钱给他一条条打上去 我一看这个新闻并置 我就觉得怎么何其相似 但其实我们中国从今年的 就两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就两会的时候已经很多记者在拍 一些两会代表 戴的是什么皮带 就发现两会代表 最喜欢的是 爱马仕 那H很大 把那个肚子叠别的很大 对不对 然后就 就是这么来看 所以我觉得预期啊 接下来要是要开十八大的时候 很多代表恐怕就回到穿草鞋去开会 穿布鞋去开会的联赛 这个里边也不行 艰苦朴素 里边也不行 这个官员着装啊 其实确实是一个问题 就是你要说呀 他穿的太土了 也不宜 你比方说 我记得有个肃签市委书记 就改革新鲜新风 他就开会的时候就发现 那个时候这个会议来参加的这个代表啊 都是穿着棉猴啊 冬天的 或者 开会的时候啊 这衣服随便乱放 整个这个会场啊 他就觉得暗淡 无光 会啊 所以他就要求 就说南客 不是客人了 就是南 南代 不能叫南 还会啊 对不起 什么独立城 是开庄严的大会 南代表 南代表 但是这个南代表啊 就是要穿深色西装 浅色衬衣 鲜亮的领带 女代表也就鲜艳 到最后 呱拍 而且特别嘱咐电视台的 说以后拍这个这个 苏签的这个人大会啊 专门剪那个衣着得体的代表拍 这样起一个带动作用 所以现在开会的时候 看上去就很亮堂了 刚才去一家广告 呛呛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顶九韵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无极之水 为软酒精 年份软浆 无仅供酒 科技是品质的源泉 责任是品质的保证 品质改变世界 三亿重工 全球软件企业 合作伙伴 重新为你聚焦 世界英移璀璨 新一代宣逸 钥匙登场 感恩四百万 彪悍礼遇回馈每一个你 东风日禅 刚才徐老师讲罗姆尼 我给你看看奥巴马 也被人拍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说奥巴马最爱吃热狗 要不说兽人 真的是可以横吃 你看 下面一张 你看 吃 说这么朴素 吃 你再看下一张 说吃热狗 在竞选期间 你看 但是大家注意到了 这钱包里装着多厚 美金 多厚的美金 真不要脸 可是你想起 我就想起来 所以代表这个 是个学问 代表用笔 这以前你记得 有些名牌 他会标榜 说他历史上 曾经有某些著名的政治人物 戴过他作为手表 用过他作笔 比如孙中山 好像戴过 戴过IWC 然后Mombra 是在什么签署场合 是中美建交 还怎么样 还用过 那么但是呢 最近几年 已经很少什么名表 名笔 会标榜说 什么什么总统 什么什么领袖 带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最近这十多年 这媒体整个转向 都这么八卦 对 总统不敢带了 你比如说 最明显就克林顿 就我们节目过去的 最爱的美国总统 对对对 小克呢 他呢 是个表的收藏家 他其实私底下 他是名表鉴赏家 但是他在位八年 永远戴的是个 美国的一个 很便宜的一个 塑料表 Timex 他强忍着自己 对名表的爱好 来戴这个表 他就他就私下 跟莱温斯基的时候 带带 这表谁吧 表哥我怎么样 你说做总统 做领袖 不能用名牌 对 一下来以后 哥尔巴乔夫 就帮LV做广告了 对 对不对 搞了一大堆旅行家 憋了那么多年 他的头上 就是一个世界地图 对 旁边搞一大堆旅行家 对不对 憋了这么多年 憋了这么多年 对 他们要是亦有机会 可真值钱 不过你刚才讲衣服 其实我以前讲过这个观点 尤其是跟领导干部在一起 下面穿的衣服 其实都是在模仿 最高的几个人 甚至在模仿第一个人 你去看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就是动物的保护色 就是人 我以前讲过 人穿衣服的最大的本能 就是要保卫自己 保护自己 要合群 比方说大学生 他们都穿牛仔裤 一般的什么东西 明星 他们得穿成 鹿胸走光 这都是跟周围的环境 要配合 要配合 那领导干部也是这样 你说 所以你说 你那个带那个什么 鎖飞轮是不对 穿草鞋也不对 你穿草鞋 你不是 你这样怀念毛主席 你把现在的人 放在什么地方吗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样子 学雷锋 这个太突出自己了 所以这样的话也不对 所以最好就是 随大流 对 就是不要 不要干渊不一样 所以说台湾就流行什么呢 台湾就是当年追随蒋经国 所有政治国到今天 无论哪个 穿飞机夹克 你没有注意到 穿那个拉链飞机夹克 台湾正男喜欢 我中国各级领导 我觉得穿的也是 就温总理穿的 那个最典型 对 就饰样非常简单的 就是那个身蓝呢 还是蓝黑色 蓝就蓝在 要相似 但又不能完全一样 你老跟人家 对上面的人穿的完全一样 这也蛮搞笑的 这费老件 所以这个 可以说 我这个说 头发型也是 你知道各级 这些都要操心啊 没错 所以 这么少的收入 还操心这么多事情 你真的 你就是 你去不同的场合 确实是 人家就说了 说你中国的 有的官员 他还有另一个方面 就要不说 一方面是说 你的这个全身穿着 都是与收入不符的问题 另一方面 其实有个更大的问题啊 是你品位太差 你不会穿 所以也闹笑话 比如说 在很庄重的一个庆典上 对吧 有的官员 这个穿西装啊 这个穿黑皮鞋啊 露出白袜子 或者呢 有的 现在中国有的官员 他是Michael Jackson 现在中国有的官员 也有形象顾问 你知道吗 那形象顾问就经常提 比如说 跟一个老领导就讲 说这个 人民大会堂里边啊 有暖气比较热 就不用穿棉毛裤了 有没有会见外宾的时候 里边那个秋裤 就就露出来了 这个东西啊 很细微 包括你去听歌剧的时候 确实要穿礼服吧 或者什么的 这个又是另一顺 但是按照 所以要不说 中国官员做难呢 按照他一个月 平均挣2000块钱呢 他连基本的这几身 不过其实还是 可以有别的办法 可以吗 我觉得衣服啊 大家太注重了 就是形象的时候 很讲究你穿什么衣服 这衣服好像很多钱 其实衣服都是外在的 最主要是你身材怎么样 这个是最根本 还得多考健身房 对 你如果一个官员 比如说他收入不高 我们国家官员那么惨 对不对 上海 部级干部才1万人民币 你买不起那么多名牌 没关系 你多健身 你让自己身材好一点 这个太难了 更难 这个更难 这个以前说法嘛 就是一当局长 把胃交给党 这工作需要啊 没错 太难 你天天晚上 这茅台不喝 这个东西不吃 怎么工作呢 你说这怎么工作呢 这人改改文化 你说以后大伙 一不怕口 二不怕死 晚上呢 交给党的 就不是个胃了 不是大伙 一起去吃饭 喝茅台 一起去健身房 十几个官员 一边跑步 一边谈事 这多这么朝气的国家 你现在就是唱到新风了 这是非常好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里边啊 它这个曲折呀 包括怎么样 你得会穿 显得有品位 但是又不能够给逮着 这个里边啊 你看我从哪里边 我现在刚学到 就是这个 他们说这个牙腐败 就送这个书画呀 古董啊 这个收藏 你知道现在都能玩到一个什么程度 假的不要紧呢 假的不要紧 因为在中国这个到处拍卖都是假的 对吧 假的都知道是假的 我要向你行贿 对吧 这个假的东西是你的 你但是有人给你找专家做证明啊 就说这是真的吗 然后拿到拍卖会上去买 你放心 可以举个一千万 甚至更多 举的那个人 是向你行贿的人 甚至都不是他 是他托另一个人 买你这个假东西 所以你都不用送真的 你知道一千万不就归了你了吗 你明白这道理吗 我怎么没听明白 就是说他送一个假话 然后就拍卖一个很高的价钱 这个假话是送给你的 你其实拿到的是钱 对 是不是这样 对 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话就属于你的 把这个所有者说成是你的 但都不用是真的七白十 假的就行 假的拿出去拍卖 举的人心知肚明 我举一个亿 我就举他 那么你不就是你的吗 你那个是比较高级的 我听说的都是那个比较技术层面 更粗糙 那中秋节快到了吧 有几万块钱的月饼 对不对 那我就说你送人家几万块钱的月饼 人家到底是感谢还是不感谢的 你说说什么 几万块 其实又没什么用 他说不 有回收公司 他 你今天这个一万块的月饼 他八千马上就有人回收掉 他又可以继续再循环 这个月饼这没人 这个环保啊 这个还是应该提倡的 对 而且咱们天下广告 天下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天下烟也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隔离 掌握核心科技 这条河 这个镇创造了中国降旧传奇 古镇老九 上品人生 贵州茅台镇 古镇老九 take me to a place I belong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我再想请教你们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 我经常听到现在的一些 致使人人呢 这么说 我觉得呢 也有道理啊 就什么呢 他们就说讽刺这些个名人 搞慈善 富豪搞慈善 这种慈善晚会啊 他们说的最典型的一句话 就是说伪善 就说那些个慈善晚宴上的 名人明星们 一个手袋就几万块钱 搞什么伪 他们认为这就是伪善 你们觉得这个话讲得通吗 如果说他手袋几万块钱 这并不妨碍他做慈善 我觉得这个 如果单单以他身上穿的东西很贵 来否定他做的事情 甚至于像总统或什么 我觉得这个都不 对 我也觉得是 这个不是很要紧 为什么呢 因为最重要是他做了慈善美 当然我们可以很道德的要求 说你把你那个袋 你少买一个袋子 你不是可以捐更多吗 对 但是反过来 说这些话的人 你又捐过多少 就他是买一个袋子 买了五万 然后他捐了个五万 然后你觉得你如果袋子不买 你说不定人捐十万 但是通常做这种批评的人呢 往往是自己一毛钱都没捐过的人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正要注意的 反而是跟我们有关的钱的流向 比如说像我们去年关注红石智慧 因为这是全国人民捐的钱 或者是有些税款的流向 这个才是我觉得公民要关注的事情 反正慈善晚会那个算了吗 他们就作秀 反正到最后也做了些好事 但是假如说今天有一个NGO 有一个慈善组织 他收到的款项 大部分是用在他自己行政开支 这就有问题了 是不是 这个才是问题 还有这个杨表哥 你看他功劳很大 整个双层巴士的这么大的一个产业链的问题 现在我们都不关心了 只关心他的这个表哥 能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只有一条路 最近珠海出现了廉政公署 类似于像廉政公署这样的一个机构 就是监督 这是个制度化的监督 所以我觉得将来要避免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更激烈的革命出现 这个官员的财产申报 总是逐步逐步要实现的 与此同时呢 官员的人工工资 大幅的增长 跟他的贡献成比例 我觉得也是不可避免的 就是像我觉得像香港这样 香港为什么比较少这样的灰色 因为这公务员本身工资就不错啊 对不对 所以当然要征验权多花点钱 大家也看得到啊 对不对 你看游艇就在你的能力之外了 但是西装就在你的能力之内 中国的官员现在这个财产申报啊 他们这个叫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失误 长治久安啊 我说一句实在话 这个是工资要加 这个系统要慢慢慢慢上去 否则的话 你如果要做到这一点的话呢 又有个必然要出现的另一个半生的现象 就大幅度的裁减全国公务员的人数 因为现在中国老百姓呢 我们人均养公务人口 养政府人口的这个数字啊 这个比例是世界之贯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要大幅增长公务员的薪水的话 你这么多人 我们不可能都给你们大幅涨上去 所以他们必须要裁员 他必须要裁员 必须要精简政府部门的话 那最好就是逼他们自己动手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